各位姊姊,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 主耶和华,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,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啊, 我们赞美你。 愿我们敬拜的声音如众水涌流, 愿我们赞美的声音永不停息。 主耶和华,你是应当称颂的。 主啊,我们的心里有一个祷告, 你的话语说,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, 若是自卑,祷告,寻求我的面, 转离他们的恶行。 我必从天上垂听,赦免他们的罪, 医治他们的地。 主耶稣,现在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, 来到你的面前,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。 主啊,求你转化我们的世界。 在这末后的世代,我们看到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。 天灾,人祸不断。 求主帮助我们,能够时时警醒, 并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, 你仍然坐在宝座上为我。 主啊,求你转化我们的国家。 每天翻开报纸,打开电视所看到的, 所听到的,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了。 求主联名,医治这地。 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回转归向你。 主耶稣,我们相信祷告是转化的关键。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薛告。 台湾要成为主的国度, 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子民。 主耶稣,愿你成为我们国家的主, 直到永永远远。 主啊,求你转化我们的教会。 求主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。 带领我们更多去经历到神你奇妙的作为。 使用我们来成为神你的器皿, 成为众人的祝福。 主啊,求你转化我们的家庭。 让我们地上的家,就像天上的家一样。 让每一个家庭都被神的爱与喜乐来充满。 彼此包容,互相接纳。 主啊,我们也求你转化我们每一个人。 求你扬起脸来,光照我们。 帮助我们有警醒的心。 虽然我们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, 但是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。 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, 我们凡事都能做。 主啊,愿你彰显你的荣耀, 让父亲再一次降临在我们当中。 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全然交托在主民的手中。 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, 也与传道同在。 让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,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。 谢谢主,随听我们的祷告。 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 Amen。 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语。 记载在圣经旧约, 上文尔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 上文尔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 哈拿祷告说,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,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, 我的口向丑皮张开,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。 只有耶和华为圣,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, 也没有磐石向人的神。 人不要花头说骄傲的话,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。 因耶和华是大有志士的神,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 勇士的功都以折断, 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。 素来饱足的反坐庸人求死, 饥饿的再不饥饿,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。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,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。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,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 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坛人,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,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, 得着荣耀的座位。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。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,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, 使恶人在黑暗中激然不动。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, 与耶和华增进的必被打碎。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, 必审判地己的人, 将力量置于所立的王, 高举受高者的脚步。 圣经读到这里,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。 接下来讲道, 我们要请您传道来为我们讲道。 您传道所要讲道的题目是, 转化的祷告。 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。